艷阳高照 台东市区南京路广场 举办一场泼水节活动 因为要替当地的外籍新住民 一姐思乡之情 外配协会特别结合政府 与民间团体一起举办了这场 属于他们的新年庆典 在这一天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要泼水 那水呢代表是洁净的意思 所以呢当大家一起泼水的时候 你不能躲哟 因为你躲的话 水就代表福气 你躲了就是把福气躲掉了 县长黄建廷应邀前往参加活动时 也特地穿着凉鞋 希望配合新住民的传统习俗 像这个时候 布农族正在办他们的摄尔祭 那我们很高兴 我们泰国跟柬埔寨的这些新移民 也开始加入这个 把这个很多的传统的这种祭典活动 都带进台东这个大家庭来 我们台东现在已经有将近 四千位的新移民了 在台东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族群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融入 所以这些年除了我们外配协会 很认真的在推动之外 我们台东县政府 我们的社会出来也办理了很多 关心我们新移民的活动啦 或者是一些咨询服务等等的 我相信新移民在台东 能够更快的融入更快的安定下来 文化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是一个最大的资助 这所幸由我们台东县政府以及我们外面协会 让我们这些来自我们柬埔寨泰国的前面们 你们到我们台湾台东地区来 也让你们感受到我们台东 我们台湾我们县政府 我们外面协会的人情与温暖 随后进行的祈福祭祀过程中 各国的新住民穿着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 将水粘在自己身上并且磨倒 为家乡的父母祈福 而在一旁消防队的水箱车 准备满满的三大桶水 大家早就忍不住打起水战 疯狂泼水的结果就连社会处长 钟卿博等政府官员 都不抵小朋友们的热情浑身是水 主办单位在这次成功的活动中表示 未来将每年续半泼水节庆祝 让更多的新住民 有如回到家乡一般的温暖心情 东台新闻已知采访报道